是不是人家就要停止了 啦啦皮帶整理服裝 被蔡英文提名後 陳時中最後一次參加行政院會 還給自己打分數 我自認是有及格 這個分數到底多少 那是要由大家來做公平 我是要強調 這沒有所謂的一個落堡的情況 但藍軍炮轟 陳時中甩掉全國防疫責任 跑去選舉 這不是漏炮 是什麼 有責任我來扛 不是對人民的責任 是對蔡英文的責任 蔡英文的血 他就血了 3加11所造成亡死這麼多人 結果今年又來一次 不要連鬼都怕 陳時中一宣布參選 就傳出殷勢的焦糖哥 陳家型是空戰操盤手 他狂轟侵略館長陳之翰 還暗示大家別去他的健身房 只因為館長不挺陳時中 你疫情爆發 你陳時中還要算嗎 算你 陳時中他算了算 你不把他批水弄 你不把他批水弄 批水弄 陳時中還說 柯文哲執政 讓他心疼台北的孩子 但柯文哲一聽 直說自己想吐 我現在是他整齊 台北市的小孩 像什麼 好了好了 不要問喔 好小心喔 我有吃午餐了 當一個人無恥到一種極限 可能就變成天下無敵 你害死了多少人 你的兒童疫苗 比人家晚了半年多才來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 為兒童準備 然後死了這麼多人之後 你告訴我 你心疼台北市的孩子 其他地方孩子死都不算數了 還沒卸任 陳時中的網軍 就開始狂轟敵人跟對手 落跑指揮官 有沒有資格當市長 答案年底出爐 既然楊七號李宜璇 台北報導 得到